提起禅宗 一般人都会想到 德山邦和林济赫 尤其是德山的典型公案 更是人人耳熟能详各个堆重 但有晓德山之称的源头前后禅室的公案 却少有人提 他在德山禅室下参写 更是重中的熬手 源头前后禅室是前座人实信科 是德山先见禅师最了得的德法弟子 年少时 他以轻炎义工持家园顶 后来到长安宝塑四塑界 并演习金律之部 而后呢 北上呢 到河北来参与林济益险禅师 但不巧的是呢 当他来到河北时呢 林济益险禅师也正巧在这个时候市集 所以呢 所以呢 他又南下到那个江西渔村呢 来里夜养山慧祭禅师 养山慧祭是 归山林济益险禅师的传法弟子 他才一进门来呢 就提起坐骑 也呢 和尚 北传呢 佛教有提坐骑参与的规矩 是对法的恭敬 养山这时呢 集起佛子准备 打手什么时候呢 前后禅师及时说呢 不妨好手 他这样一讲呢 养山和尚呢 养山和尚呢 也就修气了 为什么呢 各宗各派的捷引手法不同 后来 跑来参业 德山先见禅师呢 见德山时呢 也提起坐骑 在法堂上呢 登了大眼睛的瞻视者 德山看他怪模怪样呢 就说 做什么 前后禅师呢 不假尸首呢 喝 大喝一声 德山曰呢 老增过在什么次 师曰呢 两重公案 说完呢 就左思法堂 两重公案是说 我来参与四个公案 另一个公案呢 是我的文化 你真的会吗 德山 德山站站的说呢 这个阿师呢 少是个行脚人 到了隔日呢 他又在上法堂问训 德山禅师问呢 社里是昨日新到佛 前后禅师回答说 是 德山很怀疑的问他说 什么次 谁得这西头来 师爷呢 前后终不自慢 还说我会了 我并没有瞒着你 德山也给予应可的说呢 他后不得辜负老增 你是否怀疑这教做悟道呢 禅尊的遗杀人是吗 但是从他持家苦学 经历论多年的修行人呢 四次探索呢 何者是明心见性 何者是活到之后呢 禅师大德前的多年苦修呢 若无所得 言得如此 故约呢 不禁一番寒厕骨 哪得梅花脱皮香 所谓酒餐有餐 不是没有道理 又一日呢 上法坛来参德山呢 抬了脚进门呢 来时呢 便问说呢 是凡是胜 德山便大喝一声 时便礼拜 他礼拜的什么呢 这公案你是否也看糊涂了 所谓呢 外行人看热闹 内行人看门道 若是悟道患呢 不然明了 或者一定是捕煞煞 后来有人将这公案来告示 洞山良界禅师 洞山赞叹的说呢 若不是祸宫呢 大难承担 前后禅师庭后 且说呢 洞山老人不是好恶 臭下明年 我当时一手抬一手弱 为什么一手抬一手弱呢 禅在意会 不在言说 子子相传 代代相运 以心运心 传的是心运法门 前后禅师呢 在德山参学时呢 雪鸿玉成在当饭头 饭头就是煮饭的 有一天呢 饭池 德山禅师呢 睁着波呢 走出法堂来 当时呢 雪鸿正在晒这个饭金 见到德山走来时呢 便问说呢 忠未明 古未祥 脱波向什么出去 德山禅师一听呢 便返回幻障士气 雪鸿将此事 告示的前后禅师 前后禅师说 大小德山未会莫获记 德山听说此事后呢 令侍者呢 把那个前后叫来 德山禅师呢 德山禅师呢 如不肯老征那 前后禅师呢 于是上前父耳 密起其意 德山禅后来修气 但不知他们师徒说些什么 所谓无上禅觅呢 怎么会心里 语言文字呢 第二天上堂 得三禅师的表现果然予以寻常 前后禅师一世走到堂前 副长大孝说 窃喜当头老汉会莫获记 他后天下人不耐以和 虽然而是也只得和三年 得三果然三年后世纪 前后禅师后来来到洞庭乌龙山 杰安示众 很多参常的生理 知道小德山杰安都跑来寝宴 一时之间四方土里 进香到乌龙山来 有声问曰 三界尽其是如何 是曰 作窃者又问 未审师意如何 使也 以启如山来 即向你道 又有声问 起命不停时如何 是贺 是谁起谁命 之后再有人来问佛 问法 问道问残者 前后禅师皆不饮惊叫 而子一牺牲来回答 老师曾经告众 老汉气时将大哄一声 唐光旗之后 中年到悔士起 众人纷纷走避他去 前后禅师如往常一样 端机暗然 并不慌乱 一日劫匪大志 舍他没给前娘以共 带头的劫手 以刀剑刺向前后禅师 前后禅师神色自若 大笑一生而终 声闻四十里 此时是光启三年 西元八八七 岁次定位 四月八日 盟人将其屠壁后 后舍利四十九例 屠众未知其他 并被追逝为青年禅师